一锅香味四溢的热锅 卤出上亿元的商机 这咸香的美味 来自台湾最早开始做加热卤味的开山始祖 创办人王能宏 陈秋霞夫妇 他们早年在彰化 用朋友传授的秘方 卖粮卤卤味创业 后来把蔬菜 火锅料放进卤汤里煮 开启了加热卤味的风潮 所以最好的时候 抽屉里的纸钞多到满出来 铜板要用扫的 但回头看这三十年 王能宏夫妇不是一只都是如此风光 中间曾一度破产 事业发展遇上了瓶颈 这段船乡千里的心路历程 来听夫妇俩娓娓道来 我们在用伊德大师洗脱汤 傍晚十分顾客陆续上门 学生下课就要吃点心肚子 要去补习就吃 然后到五六点五点半以后 大概就是加点 就下班准下班回来 然后到八点多大概就是 那时候八点挡很好笑 八点八点的时候就突然就不 没有人 就感觉休息 我是说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 但是八点挡那时候很会看八点挡 然后就八点挡的时候都没有人 然后到九点就出来了 就哇九点到十二点这一段时间的 营业额有时候会比前面的还好 因为前面的点心的学生 他的口袋有多少钱 他就是花多少 所以他大概要算好 我一餐要吃多少 那家庭主妇来要买回去 给家里配菜的 所以他也精打细算 然后到点心的时候就开始不会算钱 然后到宵夜来买的很好笑 他不会问说 这什么多少钱 这什么多少钱 你就是 好 这多少钱 陈秋强和丈夫王能弘 麦如威已经超过三十年 刚开始认识 谁都不晓得这项平民小吃 如今会成为台湾人的最爱之一 整个地方要让泡沫红茶店做点心 到要吃饭的时候 外面的生意很好 好到那时候500块也没有1000块 都100100 所以我们先生自己做那一台 自己订一台茶台 然后用一个团 那钱常常都没钱 然后人来买滴的都买到 40几分点多钱 都买很多地方来买 然后就发现说 我们泡沫红茶相对不好做 在加热滷味摊出现前 豆干 鸡翅 剑子肉这些菜色 通常都是面摊的小菜 过个水 烫一下 再淋上酱油膏就能上桌 其实刚吃我们在做加热式滷味的时候 那时候滷味 加热食物应该是 我不敢说往是第一个 但是最起码我们周遭都没有 那是不是别的地方也不知道 应该后期都有 我不知道 但是那时候真的因为一个新的 新的品项出来 人家都会好奇 你真的呢 你在买什么 我卖滷味啊 滷味是怎样 然后就跟他接受 他说 哦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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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慢慢慢慢 还是经过一两年 才把这个品牌真的叫做 不同以往的新鲜吃法 为两夫妻带来精人收入 其实小菜啊 应该赚个三次以上 对 你看 那时候一杯爬萌萌萌 挣出奶茶三四五块 一个大海豆瓣也三十五块 那你喝一杯饮料 一定叫个名鞋 叫个豆瓣 叫个黑人 你看 一杯饮料 你就叫三样菜 所以小菜的饮料是比饮料还好 那时候 生意最好的时候 一个月就会被帮助 什么 那么久应该讲 其实那时候 那三四 三十年 我们一天一月两个人就做 就可以做到将近两万块 王能宏曾经在工厂负责设计机械 手指上的八痕 是当年操作不剩时 留下的人生印记 太太陈秋霞则是公务员 老婆协认为 这样一直临死薪水不是办法 所以先开了泡沫红茶店 台湾有句俗言 等于美兵 雷琳最一心 但在茶店里 两夫妻得到实证 卤味比红茶更好赚 于是把红茶店面收掉 专卖卤味 同时也投资幼儿园 多狡猾经营 只求能多赚点钱 没想到 却让两夫妻一路走向破产 总户债应该是三千 两三千 那房租很贵 然后他做所有神经典 你那时候是把你的储蓄 扣一几都弄了 络下去还没办法 因为跟我们说三百多 三四百就够了 结果我们弄好可以营业 已经一千多了 国内哪有交付钱 不是有钱 都到时候 所以为什么会破产 到时候就一直借 一直借 然后周转 因为不能不发薪水 那时候两夫妻的分工 白天王能宏负责卤东西 陈秋霞则经营幼儿园 卤味店赚钱 但幼儿园却是不断烧钱 对 大女儿那时候有一次 我真的很感动 她 跟她讲出来 就是过了很久 然后她快结婚了 然后她再说 她说有一次 她没有办法缴学会 缴那个餐备 然后她 她没有办事 然后她就跟 我们的家人借 然后那个人 就可能跟她开玩笑 说你要跟你骂 然后她就 也不敢跟我拿 然后就 那一个月没有吃饭 然后这次很久以后 她才说 然后都教官给她吃饭 教官都看她没在吃饭 然后就去办公室 当时的陈秋霞 也曾动过不好的念头 我回家的时候 她不在家 那一下子的时候 她从外面进来 整个人黑鹿鹿 整个头们乱七八糟 她看到我留的那一个纸条 她骑摩托车 到汉堡 到到海边去找我 然后当然没有找到 她没有找到 那时候就也没有 那时候电话好像 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然后后来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沟通 然后就两天 就跟佛祖去说 既然牵了手 就没有绑台的理由 两夫妻继续往前努力 切断那些不好的意念 乐观靠着滷味 才继续平下去 人生的酸甜苦涩 一如滷味 因为经历过 不曾放弃过 才有现在的武汉 因为大火滷着 因为高温蒙着 才有吃进口食的 神克滷味 在我们乳味当中 在我认为是乳味是 豆干是最不好乳的 乳豆干一定要让它 膨胀收收 膨胀收 就好像在马沙机这样 在按摩一样 让它膨胀收收 膨胀收收 然后还有 最主要是火候的控制很重要 因为火候太大的话 它膨胀太大 就里面会有变成有 空气有 有一点一点这样就 自然起来就比较粗了 所以你火候要控制到 不懂不懂 像是种干大一些 它的火候都不一样 它大太大 也会裂开 太小的话 你又滷不精心 除了滷的时间火候 影响滷味吃起来的口感 前置处理也不能省略 鸭腸跟大腸 里面会藏的脏的东西 鸭是有细毛 细毛尤其像 每年的食业到冬天 秋冬这个时间的鸭毛 它们就在换毛 所以它们的小 所以又毛很多 所以要挑的时候很麻烦 从把滷味当点心 再陆续夹进泡面 原本只是一餐中的配角 现在已经成为许多民众 正餐的选择 一路从白天的午餐 迈到深夜的宵夜 我们的滷味 基本的滷味精神一定是一致的 但是北 中 南 各地 在我们一定要在地化 不过当地的习俗 当地的消费的口味 所以我们有酱汁 还有我们有胡椒盐 酱汁就是调甜的 胡椒盐就是调鲜的 就是你北部讲的 吃比较咸的 就用胡椒盐工程 南部酱汁你又加一点 就是比较甜的 甚至得添加鲜意 本来只在滷味里夹面 如今也爱惜滷肉饭 各家各家的炒碗都不一样 那我们是用传统 方式下去炒 而且用灯风 因为灯风的话 你可以火火控制 那个食材上 你可以随时做调整 因为滷肉燥 它主要就是要靠冲 要爆香 所以你在爆香的时候 火火就是控制最重要 要香但是不要有焦味 我们的肉会Q 但是不是甜 但是又不会太热 所以就是 那就是完全靠我们的火火去控制 先就是大葱小葱还有姜 还有蒜头 就是一道一道一道 因为它每个 每种每种的香料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让做起来 变成有多层次的香味 所以我们来一道一道 还是虽然会公 但是口感真的就吃得出来 改变餐点品箱也要改变贩售方式 譬如增加套餐形式 方便与外送平台结合 热乳的人员需求大 投入成分高 反复归真回到原本红茶店的凉乳 利用快速夹取的方便性抢通市场 羊乳就是总部都已经处理好了 你就时间到 你就把它排在坛上 然后依照客饮的喜好 我们有多种口味 有盐味 香辣 椒麻 多种口味 让客饮有喜好 然后去选择 其实羊乳就是 只是一种黄埔贵真 把乳味再走到原来 但是虽然走到原地 但是我们的口味有用 我们把口味做提升 目前王楠侯和陈秋霞的滷味摊 持盈与加盟素总计将近100家 上下游整体营业额超过上亿元 如今美好的果实 夹进八角 胡椒等辛香料的滷汤 有如生活的苦痛养分 熬煮融合也才丰富了 成就了不可或缺的经典美味 看到这里小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